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 我们是中午两点多的飞机回洛杉矶 趁早上呢到海边走一走 今天是个礼拜天 所以还有church service 最后这顿午餐呢 决定去吃大名鼎鼎的牛尾拉面 结果没想到到了拉面店门口 就看到远处龙烟滚滚啊 结果呢是有人故意纵火 那个surfboard rack导致的火灾 他家是早上11点开门 我们是11点20到的 里面已经坐无虚席了 当然他店面是非常的小啊 但是没开门肯定就有人在排队 我们差不多是11点40分坐进去的 第一批客人吃完了呢 就陆陆续续就离开了 两年前我们也吃过这一间 他家这个牛尾拉面原味的这一款啊 特别的赞 辣味的和其他的什么叉烧肉的呢 我觉得就很一般了 吃完面六个弯就回酒店 准备要去机场了 我们还是搭Uber去机场 算了一下 在红老鲁鲁这几天呢 我们搭Uber应该花了200出头吧 如果只是在主城区吃吃喝喝的话 真的不建议租车 还有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是不允许带回Mainland的 这里专门有agriculture的人在这边检查 后机厅也是满满的人 相信这趟飞机会非常的满 不出所料 一排八人的大飞机 这趟八天七夜的夏威夷之行就结束了 谢谢观看 Jakob Jakob